咱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育女穿梭呢 育女穿梭是接着我们的独立 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上一期呢 我们讲的是下式独立 两侧左和右 最后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最后一次应该是 左膝和左肘相对在前 独立是在右腿上支撑的腿是右腿 好的 我先向这个咱们的镜头 先分解一下啊 这个方向不是我们可能正确的打拳的方向 但是这样看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成三动 一 要先落脚 向斜前方落脚 三十度斜前方落脚 然后 收脚抱球 收脚抱球 注意 左手是在抱球 这个球上 二 向右前方 右前方三十 三十度左右 脉步 这个时候手就要开始 我们右手 开始 向上 有一个棚 有一个条和架的感觉 两手开始分开了 由抱球分开 三 公布 架推 我稍微往后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这个 步行 好 再做对侧的 一 重心后移 这个前脚稍微活一下 活一活 抱球 收脚抱球 二 脉步 上步 开始 架 调 三 架推 公布 架推 好的 我们就先做 这个第一动 左右 玉女穿梭 玉女穿梭 这个动作在传统套路 以洋式的传统套路 是四个脚 是四个脚 做四脚穿梭的 就是斜前 斜 斜左斜右 就是前后左右 我们不是有五步吗 太极的五法 五步 五步八法 五步是指的 前 后 左右 中 就叫 我们叫 左顾右盼 前 后 还有中 这是五步 现在呢 要做 四语 语 就是脚 脚 斜脚的意思 四 在传统套路 我们要做四语 这个就是我们的玉女穿梭 玉女穿梭 斜脚一 然后转身 第二个斜脚 这是在传统套路里面 然后第三个斜脚 玉女穿梭 再做第四个斜脚 转身 第四个 诶 这个在传统套路里面 是按照四个斜脚做 在我们简化二十四式 太极拳里面呢 我们做两个代表 就是 它的特点 像 右斜 左斜 那么出现了一个 新的 这个斜条 手脚的斜条 叫做 奥公布 奥公布 我们什么叫奥公布呢 就是手和对侧的手和脚在前面 这个就是奥公布 跟奥公布不同的就是另外一种 手脚配合的方式呢 叫顺公布 顺公布 比如说我们做野马分钟 你看 是同侧的手和脚在前面 这个就叫顺公布 或者我们叫单边 你看 这就属于顺公布 是同侧的手和脚在前面 奥公布 是对侧的 手脚在前面 比如说 楼西奥布 你看 是不是对侧的呢 右手跟左脚 或者 是左手和右脚 这是奥公布 我们在做育女穿梭的时候 出现的 这个斜条 是奥公布 架 推 推的手 和对侧的 和对侧的 步行配合在前面 这个 要 特别注意一下 它会 稍后我再讲 为什么 这个奥公布 会 有的时候 会让大家 有一些常见的 错误动作 我们先把这个 分解动作 再跟着我 多做两遍 然后我们就 把这个奥公布的特点 尤其是像斜角的 这个特点 把它稍微 分析的 再多说几句 好 跟着我再做 一遍分解动作 从 提膝 独立 筋肌独立 开始 再先体会一下 一 重心要下沉 在你落脚之前 重心要下沉 不要急于 落脚 一定要下沉 这个时候 其实是在松腰 落臀 这个尾巴骨 一定要 就尾铝 要下沉 然后开始迈步 你看 每一次的迈步 它都是 让脚底生根 这种感觉 抱球 后脚收起来 二 斜角迈步 迈步的同时 这个手就开始 同侧的手 开始上跳 上棚 上架 三 移重心 推出去 上手继续 内旋 上架 架 推 这个时候是 公布 第二个 重心后移 每次移重心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想着 维吕后沉 下沉 后坐 这个时候是特别容易 让这个不松腰 或者是腰部紧张的 时候 移 活脚 脚稍微活一下 抱球 收脚 二 迈步 上条 三 公布 架 推 公布 架 推 好的 这个时候 我要稍微停一下 跟大家分析一下 傲 傲 公布 架 推 你要找 需要 明白 心里面 有这么一杆秤的地方 现在我把手收回来到腰间 你的前脚 你的前脚 如果 沿着 按照这个延长线 现在 现在我们的胸 和肩 是向着斜角的方向 30度 我们的胯 也是 为了这个 推架 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转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 你的前脚 在延长线上 如果收回来 把前脚 沿着这个延长线收回来 大家注意一下 你的两脚之间 是要有一些空间的 是要有一些距离的 常常犯的错误呢 我们往前 向前行进的时候 这个公布没问题 大家向前的时候 都知道 Low Sea澳部 这个澳公布 会留 这个前脚收回来 会有与肩同宽的 这个位置 这个肩和脚 感觉是一个 它是一个架子 撑着我们 特别是与宽 脚底呢 和我们的宽关节 都是一条线 竖直的一条线 一直到肩 向前迈步的时候 公布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架子 向前向后 向 集中到这个力量 集中到丹田 从丹田 向百慧 中正 安书 向上顶 那么在 斜 向斜的方向 这是向正的方向 大家都能够 做得很正确 那么向斜的方向的时候呢 经常容易 这条 中间这条线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找 所以就造成了 你看 造成了 我这个做 好像看起来是对的 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 我的前脚 如果按照延长线 拉回来的话 你看 其实是 两只脚 是站在了 一条直线上 这个问题 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 就是 以你的身体的中线 身体的中线的问题 身体的中线的问题 现在我用一个道具 来给大家 说明一下 好的 我用这根 这根棍 就是我们的太极养生账的账 假设它是一条线 那么 我把这条线呢 这把棍子 是斜 三十度的方向 我来放在这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地方可能能看得到 好 现在呢 你要大家想象一下 在你的脑子里面 这条线 是你身体的中线 其实这个线 就是在你脑子里面 我们现在把它 用棍子 来标志出来 实际上是 已经 就是说 已经是一个很 就是很外在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外在的方式 来建立起来 我们自己的这种 这种意识 培养这么一种 你的身体中线的意识 好 假如说 什么是身体中线 你的 弹中啊 还有整个这个 韧脉这条 就是中线 那么你的左脚 在做 奥工步的时候 你的左脚 一定要在 这条线的左边 右脚 一定要在 这条线的右边 这条中间 中线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 真正 感觉到 你的髋关节 和你的脚跟 咱们都知道 力 是由脚跟 来发于脚跟 使于脚跟 我们 这个 静 内静 是由 好像我们的脚啊 吸着 大地的能量 就是这个气啊 吸起来 拉这个地气 把这个地气 拉起来 运行到我们的腰 腰和胯 主宰于腰胯 使于脚 主宰于腰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松腰 落臀 松 这个维吕 维吕下沉 让这个 通过维吕关 通过家脊关 让这个 气 内进 能够达到我们的腰背 上到背的地方 通过背 尖 肘 灌 去 达于尸 行于止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这一条 节节贯穿 这个力的走向 就像咱们 每个国家都有 高速公路一样 你这个高速公路 通了 你这个 交通 才能够顺畅 对吧 这一条线 就像咱们 身体内部的 能量高速公路一样 你只有这条线 通过你的脚跟 然后 我们的后脚 通过膝盖 通过 腰 胯 达到背 通过背 肩 肘 腕 直 这一条 高速公路 我们的内劲的高速公路 通了 你才能够体会到 力 达 掌 根 或者我们架 架和推 在做育女穿梭的时候 所以这条中线 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这条中线 我们掌握不好 这个脚之间的这个距离 它感觉 它感觉是啊 我也是在 是在这 但实际上 你这条中线 你没找对 那么这个中线 要随着 要随着你的动作的变化 来变化 你看这个中线 是在这边 是在这边 所以就在我们 做第一个的 第一个的时候呢 做育女穿梭 你的中线 就是斜向 斜向右的 所以这根 中线 一定要在脑子里面 把它印在脑子里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把你的 奥工部 能够做对 做好 有一个稳固的 这个身体的支撑 最重要的是 能够把这个 通道 我们能量 或者是内劲的这个通道 建筑起来 好 通过这个 对奥工部 尤其是斜角的 奥工部的解释 相信大家能够有 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好 再跟我把这个动作 分动 再演练一次 待会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个动作 是在 它的含义 是什么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走 先要屈膝 松胯 落胯 然后慢慢的向前 一 包球收脚 二 迈步 调长 三 公部 驾推 向右斜角 向右斜角的 玉女穿梭 下一个 一 后座 松一下 脚尖松一下 抱球 收脚 三 二 迈步 调 驾 三 移重心的时候 我们成功步移重心的时候 做完成驾 推 驾的手 现在说一下 驾的手 要在你的太阳穴 斜上方 驾推 说到手法 我们就要说一下 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是 它是什么含义 我们都知道太极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叫做由招手到懂劲 由懂劲 劫机神明 这句话是太极的经典理论 就大概给我们分成了这个练太极的级别 就怎么进阶 首先是要招手 什么叫做招 招就是招法 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动作 它是一个招法 那这个招法在做什么呢 这是什么招呢 就是要说到 太极的 这个战术原理 战术 什么是太极的战术原理 就是引进落空 要以柔克刚 这个都是大家经常听的话 但是真正理解 真正运用起来 有的时候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 什么叫引进落空呢 就是我太极永远不会先发制人 以力量 以速度 去攻击对方 这是太极永远不会做的 太极的这种战术战法 它的战术理念呢 一直是从来都是要画 这个战术是要画 我不管遇到什么 什么样的招数来打我 我都是以画为主 最高明的办法呢 它是以这个所有的圆的运动 或者弧线的运动 它是把它画掉 借力打力 引进落空 所以沿着这个思路战术 大家就可以不难理解 这个动作 玉女穿梭 她在干什么呢 诶 有人 比如说我的对手 给我来一拳 来一拳 诶 来了 那我怎么办 按照太极的原理 我不会 诶 我不会 就是硬碰硬 诶 我就这么 来一下 诶 我顺着他 我顺着他 你不是 你不是进来吗 诶 我一搭手 一搭手 我顺着你的方向 我顺着你的方向 你再继续来 再继续来 再继续来 诶 我就 带着你 诶 咱们一块走 诶 你一个人多孤单呢 诶 你既然来了 来者就是客 你既然来了 诶 就是我的客人 你就跟着我一起走 这个时候 在走的时候 走画的时候 他就已经 已经画了 诶 你看 挑起来 这就搭上手了 这就是引进了 引进了 就让他慢慢的落空 诶 从我的 从我的中线来 他就慢慢慢慢的 你看 诶 他就不再攻击我的 要害部分了 这就是 太极 这个微妙 细腻 和高明的地方 另外一只手 在做什么呢 我们既然引进了 落空 让他落空了 另外一只手呢 我们还要帮助他 让他 慢慢的 使中心 另外那只手 就是 推波助澜 顺势而为 诶 我这个 这个拳进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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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我走了 你带着我走了 你看 我这个方向已经改变了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你看我 如果我是进攻者的话 我这一侧的身体 是不是在 开放的状态 是不是在打开 诶 这个时候就被 哎呦 我 进攻的推 啊 架不是还推吗 诶 这只手就到我的 肋骨了 你看 我这就被 推走了 实际上我是在用我自己的力 被对方 推走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招 这一御女穿梭 在做的什么招法 招数 向右 向左 好 大家理解了这个意思以后 可以在 想象当中 可以在想象 你在做一个 架 推 诶 你有一个 对手 你可以在想象 诶 这个手来了 这一拳来了 或者这一掌来了 我怎么样能够让他 在 进攻当中 就把他化掉 然后顺势 把他推了 大家 注意一下 我们用的词 我们或者是 这个意念 走的 完全 或者是从来都不是 哎呀 我在 我推他是在打他 我们太极不打 不打 我们只是 借力 还力 这个是一个战术策略 或者是指导思想 凡是我们要 要打的话 他就不是太极 所以太极 练的是什么 练的是在 临危当中 不慌 不乱 你来 你接受了一个招 你见一个招来 我们通常 大部分人的自然反应 是叫做 fight和flight 这个英文是这么讲 他是 要不然我就害怕 我赶紧躲 要不然我就 我就 打回去 就是以力比力 以速度比速度 这是正常的 我们大家的自然反应 但是太极练的是 他一种 是一种心态 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内在的 从容 稳 这种 心理素质吧 他是能够在这个 紧张和被进攻的状态 让我们保持一种平静 还有清楚的 这么一种思维 是画 怎么样去把它给画掉 所以这个 像 这是一个 这个手法 是非常 一个代表性的 一个有代表性的 这种理念的体现 那么 一个 架 一个推 当然 没有我们的 刚才的步行和步法 松腰落跨 沉 沉气 没有这一套 我们这个 叫什么 我喜欢用 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高速公路 没有这个内 内劲的 这个节节贯穿的 高速公路 我们就没办法 达到 得心应手似的 作为一个画 架 作为一个推 我们就没办法达到 所以整套 我们的腿 给我们的是 就像开车的那个 那个 engine 引擎一样 这个我们的腰 腿 是给我们的力量 内劲 都是从这来的 我们的手呢 其实只是做了一个 形式上的 把这个内劲 通过这个形式 把这个 引进 落空的理念 去体现出来 就形与手 好 这个是关于 我们大家都 就是第一个动作 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过了一遍 分解 还有 拆 把这个招 拆了 我们叫拆招 把这个拆解开来 好好说了一下 它的含义 和目的 它在说什么 这个是关于 玉女穿梭 现在 我要说一下 接下来这个动作 接下来这个动作 也非常有特点 是 海底针 海底针 这个名字 就顾名思义 海底 那肯定是 往下走的 对吧 那这个动作 也非常形象 它是一个 向 向 斜 下 向 前 下方 这么一个 顺势的动作 好 大家先 我把这个动作 也分解 跟大家过一下 可以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 从刚才的 左斜 前方 刚才的 左斜 前方 我们 架 推了以后 我把它分成几动 第一动 要跟脚 跟一步 跟半步 跟半步 然后 转 方向要开始转了 方向要开始转 大家注意到 从斜脚 向直的方向 后座 转腰 提手 这个手要向上提 走立元向上提 提到我们肩前 前手要下按 三 三 就是做须部 插掌 须部插掌 这个是我们的 海底针 分三动 我从侧面再做一下 这个动作 能够看得更清楚 从 咱们这个斜脚 从 左斜前方 好 走一个 一 跟半步 后座 移重心 两手开始 有一点下踩 有一点下踩 白掌 二 提 提 右 右手 立元 提到肩前 三 须部 前 斜前方 插掌 同时 左手 有一个 楼西 像楼西奥布一样 就是沿着弧线 来 做一个 楼西的 动作 好 这个动作 步行 肯定是须部 须部 就是承重腿 后面的腿 大概是80% 或者是7 至少是70 70%到80% 这个重心要坐在后面 前面的腿呢 虽然是比较 重心比较少 但是不要让它 这个僵直状态啊 不要做成这个僵直 哎 让它稍微 灵动一些 这个膝盖呢 稍微松一松 脚跟呢 是离地的 只有脚掌着地 现在是 刚才说了 这个是我们的 下肢 还是要 围铝 要下沉 不能 这个 翻臀啊 不能这样翻 大家知道 这个 骨盆呢 有点像一个 半圆形的啊 就骨盆 我们说的这个 宽关节呢 它包括了 或者是我们说的 胯 这个 这个位置 它包括了 骨盆 还有宽关节 这个大的 骨骨头 还有我们前面的 小腹 还有 这个尾巴骨 尾铝 整个这 这包括腰 一部分的腰 整个这一块 我们叫它 胯 我们统称为胯 腰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胯 不能翻 不能翻臀 不能撅屁股 这个就是俗称 就撅屁股 你看 撅屁股的感觉 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时候 屁股是撅起来的 前面的这个膝盖 是本直的 整个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一个 这个 一个很 尖 很锐的 一个角度 哎 我们不要 不要这么做 这样的话 是僵硬的 身体是比较僵硬 一定还是要 要把脸臀 这个尾巴骨 要向下 向下沉 然后 身体 我们这个 脊柱 身体 还是要向上 从百会穴向上 找一种什么感觉呢 是 斜中 育症 我们叫做斜 你看 身体确实是有一点 倾斜度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 下叉 这个 手 再向前 向 斜前方 下叉 那当然我们的上体呢 也要随着这个 招法 招式 来稍微有点倾斜 但是这个倾斜 是 在 极柱的 直的状态 我还是用我的这个 太极杖啊 平常我们站立的时候 极柱直 大家都可以理解 现在呢 你看 我要向前 稍微倾斜一点 这个 虽然它不是跟地面 垂直90度 但是 你看它的状态 还是直的 对吗 所以这个就叫做 斜中 欲直 你的 基柱本身 还是直的 你的 百慧穴 还是向上领的 你的尾巴骨 还是向下沉的 所以这个 是我们要寻找 做 海底针的 这个状态 要感觉这个状态 所以还是 对拔拉伸 你的尾巴骨向下 百慧穴向上 然后稍微顺一顺肩 这个 右手的这个 右肩稍微往前顺一顺 你看 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不要太死板了 做成这个 做成这种 脱臀 据屁股 完了以后 膝盖 僵硬 肩膀也是紧张的 这个动作 要掌握好这几点 好的 这个动作 说的是什么招呢 完全按照 太极的原理 战术原则 还是 引进 落空 以柔 克刚 他还是要化 他所有的 一朝一世 从二十四世太极拳 包括 我们传统的 太极拳 他一朝一世 他都是 围绕着这个核心 的理念和思想 就是要化 要化解 所有的 这个 叫做招数 像我 扔给我的这个招数 我全都是要化解掉 全都是化解的 所以我们再要想一下 摆手的时候 其实是在 我们在做一个下踩 我踩下来 踩下来 用一个弧线 走一个弧线 我踩下来 我为什么要踩 是因为我的对手 来了一招 如果没有这招 我就不动 敌不动 我不动 敌若动 我先动 这个感知 为什么叫做 要听劲 听劲吗 这个中文 非常非常的微妙 他用这个听 你想这个劲 怎么去听呢 我们听是听声音吗 为什么是用听劲呢 这就是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的奥妙 他很多文字上 给你一种全新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感受感知 我们这种感受 古人用听来形容 其实你不是真正是用这个耳朵去听 你是在用心去听 你是在用你的心神去听 这种完全是一种感觉 感觉怎么建立起来呢 是通过大量的练习 通过有意识的去培养 你有意识的 你没有这个意识 就像这盏灯 它没开 你就看不到东西 你这个屋子就是黑暗的 你这盏灯打开了 这叫意识 开窍了 这个意识 有这个意识了 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能力 慢慢的通过长期的 反复的 这种提高和学习 你就能够听 这种听着 招数一来了 我们就要画它 这种踩 你看一踩就开始画了 然后我另外一只手也没闲着 我在做什么准备工作 我一踩向下画掉了 画掉了以后 我另外一只手就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去帮助它借力还利 借力还利 我如果你看 我去假如说 我我是进攻者 我去进攻你的小腹 来了一招 我去打你的小腹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在画 你看是在画吧 画了以后 我这个拳 你带着我走了 带着我走了 你看我已经改变了我的方向了 你看我的整个身体 是不是就在向前扑 然后我马上顺着你这个方向 就向对方的裆部插进去 这个就为什么是斜下方 斜下方是对方的裆部 也是个要害 作为就是习武之人都知道 练武术的都知道 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要害部分 裆部就是其中 这个是向斜 走裆 现在大家知道了 我们这个招法的含义 是不是就开始有一些画面感 是吧 有了画面感 脑子里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这种画面感 就说明你对动作开始理解了 这种画面感会帮助你 第一 记住动作 记住动作 哪只手朝前 哪只手在后 这种画面感 你理解了它的动作含义以后 会自然而然的 找到答案 然后 就找感觉 刚才我们说 松腰啊 落臀啊 还有这种内劲的 这种从脚底 行 始于脚 主宰于腰 行于腰背 到达手指 这种感觉 大家就可以 慢慢寻找 反复练习 好 现在这是关于我们的 第二个动作 海底针 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贯穿着 我们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松腰 一个是 动中求静 我们先把最后动作说完 再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说这两个主题啊 现在已经做好 我们的海底针了 第三个动作 我还是从斜的方向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再把它分解开来 把这个动作拆开 然后一动一动的 走 一 收脚 提手 起 前脚收回来 两手一合 合于 肘 肘关节 二 向前迈一步 脚跟 绕地 然后 三 三 做一个向回 铝 向回 我们这个是一种 向回 我为什么用铝这个字 待会稍后啊 其实是一个回抽的动作 回拉的动作 向前推 一个向后 一个向前 同时进行 这个时候是跟我们 是跟我们的 公布 形成一致 好的 大家再跟我把这个动作 做一下啊 从 海底针 好 起 一 收脚合手 二 迈步 两手开始要准备了 三 攻步 拉 推 好的 这个动作 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小洞 三小洞 最后的 成事 是顺 攻步 大家注意到没有 是你的同侧的手和脚 在前 这个叫顺 攻步 跟刚才我们做育女穿梭 奥 攻步 是有区别的 我快一点的速度 把这 这个动作 闪通背的 说一下啊 先说我们的 步行 步法的变化 从须部 第一动 是收脚 手一合 提起来 这个 很清楚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就是 中心要做正 一定要 围捋 下沉 摆会 上领 顶头 悬 二 迈一步 向前迈步 这个时候的手就要开始 要开始准备了 迈步 然后 向前 一个做推 一个做后拉 这个是 重点 在二和三 第二动和第三动的时候 第二动不要着急 从第二动 不要一迈步 就想着往前 移重心 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配合 手脚配合 那种内劲的 这个 高速公路 它 就不一定 能够找的特别准 这个叫 斜条 手脚的斜条 会 有的时候 手快 脚慢 所以不着急 或者是脚快 手慢 现在先不着急 在二的时候 一定要 稍微 沉一下 在二的时候 三 让它 身体重心 形成功部 和手法 要一致 好 这是 顺功部 顺功部 如果细心的朋友 会 注意到 我们做顺功部的时候 功部的宽度 和逆功部 功部的宽度 是不同的 如果大家还没有 注意到 或者体会到的话 今天上课以后 自己练的时候 稍微体验一下 我们在做顺功部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前脚 按照延长线收回来 你看 它的这个 前后脚的宽度 是比刚才 我们这个宽关节 刚才是像这个斜脚 玉女穿梭 收回来的时候 这是与肩同高 那现在顺功部呢 实际上 没有 收回来 你看 它的宽度 是稍微窄一点 并不是没有宽度 并不是没有宽度 但是相对讲 傲功部 这个公部的宽度 和顺功部 公部的宽度 是有点区别的 如果要是 刚刚开始习练入门的朋友 这些 这些小的细节呢 往往会被忽略 就是已经注意不到 这种这么细的细节 因为它的差别不是那么大 是比较小的差别 但是 对于我们提高 所谓提高 理解24世 在深入理解上 这种细小的差别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它能够给你一种 对于你的 胯 胯子这个部位 它更精确的 这么一种 体验和你的控制 为什么这个有差别 顺功部的时候 你的宽关节 你的 刚才回到这个 玉女穿梭 你的宽关节 大家注意一下 要转动的 这个幅度要转动的 稍微多一些 对不对 为了让你的对侧手 能够推出去 你的宽 假如说你是 已经把这个 以腰带臂 这种节节贯穿的 太极要领 太极原则 能够体会好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的腰 要带着你的肩 带着你的肘 腕 掌 指 它一体 它是要向前 转动的幅度 会更大一些 当然如果这个 你没有用到你的腰 你只是一直在用你的手 其实 就无所谓 这个 这个 脚的间距啊 顺功部 逆功部 对你来讲 就无所谓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用到腰 全部都是在手 手向 每只手在前 这个跟 我们的腰和 胯 是脱节的 是分开的 那么 你这个 步子的宽窄 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它也 它也都是脱节的 我现在讲 这种小的细微的差别 是在你理解了 我们什么叫做 节节贯穿 以腰 带臂 这个基础上 你已经开始用腰了 你已经开始用胯了 你已经开始感觉到 这个整体性了 这个时候 顺功部的宽度 和逆功部的宽度 你就会 有这个思考 或者是有这个注意到这些细节 这个时候 这些细节 它是有原因的 它是有逻辑性的原因 还不是说 我说的 或者是谁 哪位老师说的 它一定有背后的 这种逻辑性的 它为了达到 这个气和 深和 不和 上下相随 它一定要 有宽窄的不一样 那么我就 大概说一下 我们看 为什么 这个宽度 是决定于 你的宽关节 你的腰胯 宽关节 转动的幅度 我们在做顺功部的时候 刚才做我们这个 再回到我们 闪通背 在做顺功部的时候 你看 为这个招是什么招 是我要 引进路空 我的对手 我要拉回来 然后 我把它引进了以后 这个为什么 我说 刚才说用铝呢 铝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它是顺着 它给你的感觉是让你的顺 铝吗 是顺着铝 我们从来不会用铝 是枪着铝 对吧 咱们这个猫啊 狗啊 羊啊 或者马呀 你看它都顺着这个毛 叫做铝 所以我们说 我刚才用这个词呢 拉呢 有一点点感觉是 生拉硬拽 就是它不是顺着走 我们太极要顺着走 所以刚才我用的这个字呢 是有点铝的感觉 你一定在它进来的时候 顺着它的劲 哎 往回引 往回带 往回拉 这个感觉跟腔着 就是拉是违背它的原来的方向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 哎 我们在做后引 后带 后拉的时候 这个前手是向前推的 哎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吧 如果我做得快一点 你看我的 注意我的腰和胯啊 如果我做得快一点 像武术的这样做 我是不是在这样做 大家看了 有没有感觉 我的腰和胯的 这种 呃 带动 或者 运动方式 你看它的腰和胯 实际上不是 跟我们刚才这个 架 推 这种 这种转动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注意到了 这两个不一样 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 顺公布 它的宽度 和逆公布 两个 脚的宽度 为什么有微妙的不同 刚才我是把答案 直接告诉给各位了 顺公布 角度 呃 双脚的宽度 要小于 逆公布 这个 双脚的宽度 那刚才呢 我就 很快的 呃 就 演示了一下 为什么 它是直接跟我们的 呃 宽 腰 跨 这个 挂钩的 嗯 好的 现在我们说完了 这个 脚 或者 腿法 和 伸法 我们说一下 这个最后这个动作 闪通背 这个手法 其实我们已经 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的对手 哎 来了 像我的头部 哎 做一个攻击啊 来 来了招了 那我来了招以后怎么办 还是我们的太极的理念啊 我们要来者时刻 叫 引进 就要顺着他走 刚才 我就不再重复了 顺着他来了以后 哎 你看 如果我是进攻者的话 哎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往 被 被 拉着 就往前啊 被 被我这引领着 就往前走了 哎 就往这走了 那我是不是这个地方又空出 空出来了 你看我这个地方 就空出来 哎 引进了以后 我们就要 在他的 这个 这个 斜肋骨 或者后背 哎 推出去 这个就在我们 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拆的什么招 我们还招 是怎么还 画招 是怎么画 啊 也不难理解啊 主要是大家能够在 有这种画面感 想象出来 这个动作还是不难理解的 好 从海底针 一起 一收 一 二 迈步 因为你开始 已经开始 在画 在引 后引 后代 然后 重心前移 推出去 让这个 前手 前手 推的掌呢 让 力打 掌根 力打 掌根 掌眼 掌根 推 哎 推出去 哎 这个手指头 不要太松 太细 这个没有办法推的啊 是推到 哎 坐腕 力打 掌根 这种感觉 好 我再说一点点 大家容易 这个动作 容易犯的 错误 啊 在我们做架推的时候 刚之前做过一个架推啊 这个动作呢 我自己的学生或者我看到别人在比赛场上 呃 做这个 二十四式太细拳的时候 对这个上手啊 有的时候 理解不够准确 就他这个意念啊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往往就变成了 这个手 在这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种 双手推 我再 你看一下啊 这个是对这个 对这个招法其实不清楚 你看一没问题 二也没问题 最后三的时候呢 做成了这种感觉 做成了这种感觉 或者呢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 做成了这种感觉 看到没有 好像让感觉是在画一个半圆 画一个弧线半圆 这个就为什么有的时候 甚至于他的名字啊 我们的名字会见到 把这个闪通背 他应该是闪电的闪 闪通背 但是他把它改成了 扇子的扇 包括英文 英文翻译的时候呢 经常是说 翻 through the back 是扇子 穿过了这个后背 他是这么翻译的 不在少数 很多都是这么翻译 他叫做 翻 through the back 或者叫扇子 扇通背 就是扇子 像扇子一样 你看起来以后 像扇子一样 画了一个半圆 实际上呢 这个是 可能是以前这个口音呢 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 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口音 然后呢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把这个闪电的闪字呢 就读成了 因为非常相似嘛 就是 闪通背 闪通背 扇通背 扇通背 就把它变了 就把它 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 就有误解了 以前的 这个全谱呢 不像现在 这么文字的这么多 就是早期 很早很早期 我们以前都是口传心寿嘛 不会像现在的 这些我们的学习方式以上 都是 这个落于文字 写书 然后做视频 各种各样的视频 那我们现在说 几百年前 可能却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而且出书是一个非常 非常贵的一件事 不只是花费时间 花费精炼 它整套的这种 排版啊 各种各样 它是需要资金 在后面支撑的 很多全师呢 也没有这种资源 所以都是口传心寿嘛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的时候 这个字啊 就变了 就是 从闪通背 就变成了 善通背 所以我在这呢 也稍微说一下 它本意呢 不是一个 善子 打开的样子 它本意 是像闪电一样 它的这个速度啊 敌不动 我不动 敌若动 我先动 这种听劲 它这种感知力 太极培养的这种感知力 是非常精密的啊 就是非常敏捷的 所以在形容这个闪 闪通背的时候 你看 它是希望是说 我把它引进落空 推的时候 啪 我这种 这种反应力 是像闪电一样 那么精准 那么快 所以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 有的时候理解错误 或者是 至少是 这个传承 有的时候传承下来 有一些偏差 当然我也不是说 我的理解 就是唯一正确的 还有很多的老师 老前辈 可能会有 他们自己的这种理解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这种 阅读和研究 习练的一些 对这个动作的理解 和心得 现在我就花很短一点的时间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什么是动中囚禁 在这三个动作过程当中 你要抓住一种什么呢 什么感觉呢 起 每个动作起的时候 刚刚开始转世 比如说从这儿开始的时候 这个衔接动作的衔接的时候呢 你要一定要不要 一下子就去走第二个动作 不要一下子就去走 这个是太极非常忌讳的 所以在 衔接上一动到下一动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寻找 动中囚禁 你一定要先松腰落臀 这个落胯 或者是屈膝 从这儿先找 一定要从腰撞着 你看 它是一个 你看我上肢是不动的 我就下面一沉 一沉的同时 我这个尾椎骨就下沉了 这个时候一沉 你就可以感觉 它的这个 就是这种动啊 它是如微风细雨一样 就像那个非常非常 这种动吧 它是一种非常沉静 微妙的动 所以我们在开始一个 新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着急 去把这个 把这个动作 从形式上面 一定要感觉 你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切入 开始一句话 都是很温柔的啊 就是一种特别的 一沉 不着急 是沉稳的那种感觉 然后 在沿着这个 节奏 也不要让它有这种 绝对的停啊 还有这种 中间有断啊 不能够有断 所以在这个 连绵不断 不能够有断 不能够有沉 让它觉得 让你 你要感觉 这个动作 虽然可能是到了一个最后的定势 虽然动作到位了 但是我们的气还在继续行 势到了 势停了 感觉是停了 但是它其实没停 你的气还在运行 你的内劲还在运行 你的内劲感觉是停了 但是你的意念还在动 还在走 是这种感觉 从开始到动作的结束 每一个动作 你看它 它都要有一种 不停的感觉 尤其是动作的 衔接的时候 你看我后一后坐 第一时间 就想着松腰 落臀 脸臀 收胯 从这 我不是走 你看 一 二 它不是这种 大摇 大 就是大摇晃动 或者 也不是上起下落 没有这种大的 这种 就是我们要 多练 去体验和 感受的这种 动中求静 这种静 更多的是 一种内心的 这种从容 这种 吻 或者是沉 冷静 更多的是 从内心 发自内心 然后 行鱼 让你感觉 这个动作 是有一个 起乘 转合 这么一种 感受 这个时候 通常 初学者呢 我们尽量 就要求慢 你动作慢下来 它就有 这个 有机会吧 它就能够 找到 你当时 当下 这个内心的感受 如果太快了 这个动作 实际上 你没有机会 去体验 这种 应该说 心静于当下吧 或者对当下的 这种心静的体验 所以 初学者来讲 最简单的办法 就不要快 就是慢 然后 对于 有这个 席练经验的 我们就要找 这种 起乘 转合的 这种感觉 在动作的 衔接上 一定要感觉 慢起 轻起 每次都是 慢 轻 然后 到动作的 终点 也是让它感觉 这个终点的 这个速度 也要慢下来 然后 那感觉 你要 遇到了 这种 阻力 有一点 阻力的状态 不是说 我推了 就这么推 我在推的 过程当中 我是有 这种阻力的 这种感觉 这就是 能够找到 这个 动中 求静的 一些 方法 训练方法 离不开 我们的第二个主题 就是松腰 落屯 这个叫 过为 这个围旅观 打开 这个围旅观 几乎 我 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 教了这么多年的 二十四事 这个二十多年的 教学当中 绝大 我说 大概绝大多数 70 这个要 提高的 提高的地方 或者它问题 毛病 出在的地方 都是 腰 胯 宽 关节 包括 包括腿 腿的 这种 力量啊 还有控制力啊 还有协调性啊 是 下肢吧 从这个 腰 胯 和下肢 这 这个 这个 是源泉啊 它 能直接 就是涉及到 很多毛病 出在 反应在 比如说 耸肩啊 反应在手上 但实际上 它的 最终的 问题的 根源 是在于 腰 没办法松腰 我给你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时间问题 我就不再多举了 刚才 还是刚才这儿啊 我们这个腰胯 第一 是没有沉 你看 从这儿 直接就走 看到没有 这就是没有沉 我这举一个 错误的例子啊 一 你看 直接就 从这儿 往前走了 其实这是紧的 然后你上去以后 再 再 包括在这儿也可以 大家看一下 我呢 现在是 夸张了 夸张了 我把它 看到没有 是这种 这种感觉 这个时候你 你的后腰后胯 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是大家是经常容易这样 我是在夸张啊 看到没有 就是 所有的问题 都是出在这儿 或者是大多数的问题 这个身形啊 一出现 这个不正的时候 通常都是 因为我们的腰胯 还有尾铝 没有摆正 没有摆正 没有正的底 就没有正的干 是吧 如果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托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托不正 那它的干 也肯定正不了 好 今天呢 我想说的 跟大家分享的 就基本上 到此为止了 是 重复 大家 就是 再总结一下 每一个动作 要一定 大家学的时候 不管跟谁学 跟老师学呀 尽量把一个动作 分布来 分解 分布来学 这样的话 你的动作是清晰的 就是过程是清晰的 这个过程的清晰 是奠定了你以后 手脚配合呀 眼神的配合呀 还有包括你这个力量型啊 协调性啊 所有这个配合的基础 所以分动 学习 每一个动作 第二 注意一些 这个步行步法啊 这个一个是 你的中线啊 还有 这个步行的形成 它跟我们的腰胯的关系 啊 第三 是 轴重的 说了今天的主题 如何 在动作运行当中 遵循太极的 这种原理 动中求静 松腰 落胯 这是两个 太极的 始终的 任何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追求的这种感觉 呃 当然 也 通过 对于动作的分析 给大家 捋了一遍 我们这个招法 是在做什么 呃 能够让大家能够 记住 理解 还有动作正确 呃 这个招法 的理解 那大家自然 就会找到答案 手是为什么 应该到这儿 呃 为什么向前 或者是为什么向下 他这种答案都在招法的含义里面 自然而然的找到答案了 这个招法 我 自己的材料